加萨北部饱受冲突威胁 居民几乎无法取得干净水源食物跟药品 而一台台车准备开往加萨边境运送粮食 这是由30辆车组成的车队 数十名以色列人穿上别让加萨人挨饿的T恤 对巴勒斯坦人表达支持 但原住物资仍被以色列军队拦截 这条从塞浦勒斯连接到加萨地区的海上人 到走廊欧盟执行委员会和塞浦勒斯总统 在当地时间8号一起在拉纳卡岗视察下 看好有望在这周末开通 以色列也表示欢迎 绝对新闻别让DV1编译